而且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所以呢,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覺得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要 play一下呢? 所以說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把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的小孩子 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有那一次 所以說,盡量的去勇敢的去過你那一次的生活 人生非常非常短,就像我剛講的,感覺像軸線很長 可是不知不覺,五十年過,你真正做了些什麼事情 像參加這個活動,我覺得給我,因為我平常我個人就蠻喜歡環島 但現在呢,參加這個活動,我就更有機會 我一年每年會有兩次,春秋兩季,我會自己開著車我去環島 等於說去流浪一下,但像走一走,其實已經十幾年下來後 我深刻的體驗,以前我差不多一年出國三到四次 我已經將近四年沒有出國,我現在深深覺得說 我們台灣雖然很小,可是說真的,台灣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很喜歡去一些那種,一般台灣人也不太清楚的那種,鄉間小小路 可是呢,在這三年之內,我深刻的發覺到網路的可怕 因為在這些不知名的小路上面,我都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國的人 尤其是對岸的人,他們為什麼會對我們這麼遠 因為像我上個禮拜才去參加了一個活動,我要去樂壇 我去做這個活動,我之所以可以去這個活動 是因為我幫一群阿公阿嬤,一個就是我在戲子那邊買了一個房子 後來這個里長他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樣來美化這個里 後來我就跟他說,他們那時候參加新北市一個比賽就對了 然後我就幫他們弄了一個小街坡的一個公園 那當初在做這個公園的時候,那里長問我說 這個他們說要取一個名字就對了 後來我跟他說,我們就做一個阿嬤的公園 因為我們這一個,這個嶺面積最大戶數最少 可是裡面的人的人口老化的情況非常非常嚴重 都是阿公阿嬤,因為我帶領的志工全部都是阿公阿嬤 那我就說,那我就為你們來做一個花花園 那那個里長說,阿嬤的居民,那我們這樣會不會 就評審我人,可能就 他說這個名字怎麼這麼不討喜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解釋說,阿嬤的公園是什麼 阿嬤的精神是什麼? 阿嬤的精神就是,這邊撿到個什麼東西 或是這邊有看到什麼 或者我們這種常得到一個什麼種子 我們要種一下,種一下 最後呢,阿嬤的花園其實是什麼? 是最繽紛的,而且是最深入的 因為都是垂手可得的東西 我說今天我們越是垂手可得的東西 在我們以現代人的角度 我們都好像,好像就像老子無感,沒看到 我發現像,我從我兒子差不多五六歲的時候 我就帶他去錄影,他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好無聊 現在小孩找到哪裡都覺得說 他就像很多大量的電子套的東西 我說今天,我有能力,我心有餘力 我可以帶你走過這些東西 一旦你將來你自己要去走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須付出代價 那我的成長過的過程當中其實 像以前有的人問我說 欸,你是因為流行,然後所以才有這樣造型 我說錯,我都會這樣問人家 像人家問我說你這樣,從我退伍的那天 就是我開始續長髮的時候 除非我換工作,因為不得歐味如斗米而遮陽 只有換工作的時候我撿過頭髮 之後都這樣 我覺得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深刻的,我們自己深層 我們內部的精神是什麼 因為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我們都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西化了,感受了西方人很多的東西 人家講說我們的,像這些建商人常常跟我講說 唉,我要做個英式小花園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要做個英式小花園 我明明在台灣,為什麼要去做一個溫帶的那種花園 我就比較不懂,因為這樣子比較有賣點 我說,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的maintain的費用是驚人 他說那個是以後住屋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整個城市的景觀會這麼的醜 其實說什麼,我們都是一會兒摳一下巴黎島 一會兒摳一下日本 一會兒摳一下什麼英式 今天風吹什麼風了 包括像這次的主題,精神武術的那個影像 最後呢,是找日本的團隊 我常常在笑,當朋友把這個訊息傳 用那個臉書傳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這些世界的台灣沒有人了嘛 最後呢,因為後來我有朋友把這整個他們整個號稱救這個老樹的這個 你看,甚至從台北運下去什麼 日本進口的泥炭土去救這棵池上的老樹 你覺得是不是很巧笑的事情 如果講用來念,這都是資材商為了包裝他 所以說,整個的商業的模式 我覺得是讓這個整個社會的就是說 你們好像得到很多很多的資訊 可是呢,有多少人可以明辨這個資訊是真的 是對的,還是對你,是真的事情發酵 所以說,媒體發達,或是我們的資訊發達 它一定會有利跟弊的地方 可是呢,我覺得不變的是什麼 是每個人自己心中的那個良知 所以說,那個良知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我自己的經驗有發現到 那就像是一顆種子 我十六歲、十五歲的時候 我在萬般無奈之下 一個錯誤的決定 讓我去讀了北施工農園藝課 我那時候幾經是高職的 我已經是總分 那一屆我是排名第二 所以我進入學校的時候 我們的校長在門口歡迎你 他說,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有志青年要來讀農了 你是怎麼回事 我直接跟我們校長說,抱歉 我直接填錯 我 可是呢,這一顆種子就在那個時候 它就種在我的心田當中 我以前在學校 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的工作就負責跟老師吵吵架 因為我再怎麼吵 我隨便讀一讀看一看 我就可以考一個很好的成績 可是呢,我打從了系列 我就不喜歡這個東西 可是,雖然我這樣居然 可是呢,我非常非常感謝 我高中三年這個老的老師 他在我的心田留下了良善的種子 然後經過了十五年以後 他發芽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在人世當中 我後來後來越來越相信機緣 機緣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在這個 你的人生過程當中 都會碰到一些 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人 不小心跟你講的一些什麼 或是,你看到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讓你感動 那個種子就進到你的心田 所以,我希望用這樣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共勉 謝謝